近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14号爆料说 近日美国一贵智库举办了一次秘密会议 会议的主题则是讨论对维瑞拉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据报道多位来自美国和拉美国家的专家 学者官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据悉有关此次会议的消息是一位名叫 马克斯·布鲁门塔尔的美国调查记者 披露给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 据报道这场名为 评估对维瑞拉使用武力的秘密会议 是一场私人援桌会议 于本月10号举行 组织方是一个设在华盛顿 名为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美国智库 报道说根据参会人员名单 此次秘密会议级别较高 有多位政界军界和学界的重要人员参加 包括美国和哥伦比亚的高级军官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官员 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代表 还有多位研究拉美问题和 委内瑞拉问题的专家学者等 此外一些被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 瓜伊多任命的政界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包括瓜伊多任命的所谓驻美大使 报道说会议结束后 部分参会人员证实了此次会议的举行 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报道评论称 尽管没有更多细节披露出来 但此次会议举行本身就表明 美国确实在认真考虑 对委内瑞拉使用武力 以推翻马杜罗政府 这是由 Juan Guaido's Shadow Governme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